是这个样子哈,因为我也关注你很长一段时间了,我是从心底里说实在的对瑞哥的这个技术也好,包括你的自然流也好,是非常认可的,然后吧,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,就是我搭讪也会成功,但是吧,我的收尾不是太理想,我就想问一下,就是像我这个样子,包括搭讪的地方什么的,怎么样可以提升的更好一些呢,就是我会成功,我搭讪的女孩比如十个,我可能会要到比如说有六七个微信吧,可能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,我能要到微信,我也能聊,也能有时候也是会要会,但是有时候可能是周围不太理想,反正就是,我就想包括我的这个大赛是不是我选择的这个地方呀,或者说城市啊,是吧,比如说有的城市也是因人而异吗,是不是都是有差别的,我就说几个点吧,你不太会改变,我跟你实际啥建议,其实没什么意义,对于你没什么意义,我已经很客气了,就是我讲没什么意义,就是你没有,你不会改变,知道为什么,我就分享两个点,为什么像你类似的, 你这种人是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的,我先在讲之前,我说一下你的优点啊,你一定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,算是吧,你遇到事情不会过多的犹豫不决,但是你的这个主见,你的想法都是基于,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什么,你极度自我,你太自我,你讲话的态度,你说话的方式,你说话的内容,我感觉啊,你给我表达了,展出来,你就是一个极度自我的人,不是一点点自我,是一个极度自我的人,你的主观意识很强, 就是你有一个你认为发生了什么,我做了什么,为什么没结果,这是第一个点,就是你极度自我,而你的这个自我是不被女人接受的,所以你收不了为,我再重复一遍,你的这个极端自我是不被任何女人接受的,有没有女人说过你大男子主义,有的有的,这个确实有,百分之一百,我敢拿我性命去赌,有女人说过你大男子主义,她为什么说你大男子主义,因为你是一个极端自我的人,对,就是说明我就是在和女人相处的过程, 其实我还是为他们考虑的太少,你不是为他们考虑太少,你根本就不为他们接受,你理解吗,就是你是另外一个极端,你就是一个极端自我,自以为是的一个男人,而在女人面前,在最开始,什么叫最开始,最初期的时候,你可能能成功短暂的吸引到女人的注意力一点点,但当他们真的给你做下来以后,哪怕了解你五分钟,瞬间没兴趣,你是个极端自我的人,你看到没有,你脑子里面你认为的东西,其实都不是这些东西,但是你坚信,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告诉你任何东西, 都没法帮助到你,因为那不是你想听的,你脑子里其实你来问我这个问题,你已经有一些你想听的东西了,而我给你的建议并不是你想听的,因为你不愿意去想这个东西,你可以说说吗,因为你是屏蔽这个东西的,比如你看我现在在告诉你,你是个极端自我的人,你不接受,这个是可以接受,因为我确实也有一些,因为我看出的原因是,你看我马上讲到你的点上,一针见血,但是你老是,但是,但是,其实你内心是抗拒的,你发现没有,好,第二个点,第二个点是你逻辑一点都不清晰,你刚才讲什么呢,你说我搭讪这么多, 我认识了这么多,我就没法收尾,是不是我的地方,是不是我这个城市,还城市要因人而异,逻辑本身就很冲突,一个地方的城市跟人因人而异有什么关系,没有任何关系,跟你在任何地方,别的地方也没有关系,你看到没有,你在找什么东西,你在找出自己以外的所有原因,也就是说梁叔讲这个归因,归因,你归因在你自己以外的所有东西上面,所以你永远不会改变,因为你不认为自己有问题,你嘴上是这么说的, 但你内心其实不接受,因为你找到的,你看见了所有原因,都是啊,我的城市,是不是我选的地方,是不是这个女人有问题,还是什么别的有问题,是你这个人有问题,因为你极度自我,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,你能不能讲极度自恋,也有,当然也是,如果你有一点点自我,它是挺好的,你不是一点点自我,你是个极度自我的人,如果你是一点点自我,你是会被女人接受的,这是一件好事,你是个极度自我的人,而同时,你没有任何的相关性, 女人无法理解你,她也不想理解你,她也不想接受你,因为她接受不了,然后你一直但是,但是,但是,没有但是,这就是一个事实,你不需要再去和我争论这个东西了,因为你争论,OK,我输了,我承认,好,你赢了,你有你想要的结果吗,你还是没有,那你在这儿争论的意义在哪呢,是的,你但是的意义在哪呢,你告诉我,就当我什么都没说,你是对的,你赢了,你有结果了吗,就是我想问一下瑞哥,像我这样的,你说那可以就是从哪方面改变呢,停止你的自我,停止你有太多这种自以为是这种想法, 你就是像我昨天讲的那个点一样的,我昨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,就承认一个什么东西,承认就是说,我做我自己这个强大的自我,或者说这个很固执的自我,它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我想的结果,证明什么,做我自己,或者说做这个强烈的自我,它是不成功的,你得承认这一点吧,瑞哥说的这点非常对,我是承认的,如果你承认,你就会放下这个自我主义,知道什么叫自我主义吗,就你内心觉得自己非常重要,你觉得啊,我要放在所有人前面,我有我的主观意识,我的想法,我的认为,把这个全部丢掉, 你真正的耐下性子来,去学习,两性的这个过程,应该是什么样的,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,你知道你能说出,是不是我选的城市有问题,你根本就没有学过任何东西,为什么,因为你没有在看,是我的哪个操作,在哪个阶段出了问题,你连复盘都不会,举个例子,你有了十次经历,你这十次经历里面,我不知道你约出多少人,但这不重要,因为你没成功,然后你回想这件事情,你复盘的时候,你想的原因是,我的城市,我选的地方,这他妈叫我复盘吗,这就是一个没有认知的人, 就找一个借口,就怪在这个借口上,就像一个人,比如说他上去,他被女人拒绝了,他被女人拒绝之后,他从小到大,如果所有人都没有人,比如说有人说他丑,他被女人拒绝,他只知道一个原因,就是女人觉得我不够帅,女人觉得我丑,他就只知道这一个原因,他不会去想任何跟逻辑有关的,跟他自己操作有关的,对他实际有帮助,对他实际有改变的,任何原因,他想不到,他也看不见,他彻底屏蔽掉了,他就一个点,我丑,跟你也是一样的,是这个样子,我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我这个人, 其实之前有过,就是一段感情吧,就是,就算是我一个,就是上学时前日认识的一个女孩吧,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是无论我,就是说放开自己也好,就是我心里老是忘不下他,但是这个人,我就感觉我又不可能和他再有什么关系了,就说我是不是就是说,是因为我没有遇到一个更好的人,所以我才放不下他,我想我应该怎么就是彻彻底底的,把这种观念扭变过来,你第一,你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,第二, 因为你自恋,为什么这个跟你自恋有关系,你放不下他是因为你觉得自己还能搞得定,你放不下他是你觉得你还有机会,你放不下他是你觉得你应该得到,这难道不是你自恋的表现吗,很多人当别人已经拒绝你了,当一段关系已经断掉了,别人已经往前走了,他的人生已经继续前进往前走了,而你还停留在哪里,我认为我还能搞得定,我认为我没毛病,我认为我还能怎么样怎么样,你放不下是因为这个,还是我讲的你极端自我,你不是有一点点自我,你是极度的自我,听到没听到,极度自我,你才会这样,一个不是 不是极度自我的人,他有点相关性,有点同理性的人,不是这样的,如果你不相信我讲的话,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建议,你到任何一家你所在的省份城市,去一家大医院,去心理科,你去看一个心理医生,你描述给他听,你让这个心理医生,从心理学的角度,心理医学的角度,因为心理学分很多种,你让他从心理医学的角度来给你分析,你这个人是不是极度自我,你为什么在人生的想法选择上这么的极端,这么的自我,这么的不成功,你可以找个医生去谈一谈, 你找个心理医生谈一谈,我百分百相信,他给你的反馈,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的,但是你会怎么样,你会更听得进去,因为为什么,他在这个领域是个医生,你会更听得进去,因为他比我在心理方面更权威,理解吗,所以你听得进去,你想从我这儿得到的答案,你其实在来问我这个问题之前,你已经脑子里设定了一个,你大概想听到一个什么范围内的东西,但可惜的是,我的正确的,我给你的一个反馈和回复,不是你想要的,你也接受不了, 所以就算是有好的建议,他也是被你屏蔽了,你看到没有,我之前回答你第一个问题,我讲了,但是你马上就第二个问题了,你听了以后你就,然后马上第二个问题了,其实你没有接受这个东西,因为你的反应在告诉我,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,你明白不明白,人的嘴可以说任何话,但是你的行为,你怎么表达的,实际呈现出来的证据,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骗任何人的,你理解吗,是什么就是什么,你只是没有拿到你想要的,你脑子里为什么极端自我,你连来找我,来问我一个问题的时候,你都没有准备接受我要说的一切,只是说你在选择性的想听, 听到你想听的和你不想听的,你这种人不可能被我帮到,没有任何建议适合你,因为你在选择性的听,为什么你在选择性的听,因为你极度自我,理解了吗,一个没有自我的人,他是能容纳一切好建议的,我以前说我自己很傻,我承认我很傻,我需要帮助,我放下了我的自我主义,我才能听进去所有建议,我才能接受所有一切对我有利的,你没有用,你接受不了对你有利的东西,因为那不是你要听的,你说的,我是理解的这个,然后我就想像我这样的话,就是要放空心态,就是说要从零开始,我承认我自己的, 一切不足,放下你这个极端的自我主义,以自我为中心,自以为是,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,你在别的你的专业领域,我不知道,我也不知道你工作是做什么的,我也不知道你学什么的,但这个不重要,因为在两性关系上面,在你跟别人接触上面,在你的社交上面,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,你所有的你认为是什么都是错的,全他妈是错的,因为如果你认为的是对的,我们不会在这里有这个对话,你会很成功,你会有结果,你会有正向反馈,OK,是的,所以你认为的东西,全部都是错的,你就是要从零开始学习,但是学习的, 如果你还是抱着一个极端的自我去学习,你还是选择性的在屏蔽,对你有利的东西,因为你在认为,什么是对我有用,什么对我没用,还是在极端的认为,理解吗? 对,是这个样子,好的好的,行,非常感谢,拜拜,拜拜 拜拜